今年是2014年 那当然在台湾可能不是有那么多人意识到 但我猜到了年终之后 会有很多很多来自国外的讯息提醒我们 这是1914年第四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的纪念 也许我们可以在陈兵讲堂 借由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年份 我们来看一下100年前所产生 跟第四世界大战有关的一些重要的经典的作品 一本是巴巴拉特克曼很重要的一部历史的经典作品 叫做八月炮火 巴巴拉特克曼懂得如何把各个不同的事件的这些线头 整理在一个让我们可以快速的理解跟掌握的这种叙述里面 除了塔克曼 塔克曼他是从历史学家历史的角度去整理 那一年乃至于之后所发生的事 那另外我选了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 那是一个现场的记录 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一个文明 走到这个点上 为什么人最年轻最优秀的一群年轻人 全部被塞在壕沟里面 然后打一场 看起来没有办法结束 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一场战争 所以靠过这两本书 可以了解这些事情 可能用什么样的方法 联系到二十世纪的历史 来自于二十一世纪的现实 这大概就是我课程设计的基本的用意 感谢观看